阿諾哈的喵咪打枕針時間來了 然後今天是我們11月20號的時候 今天登上完基本上大家會看到我們的這個 繁體中文版的10.00版本是更新的喔 這邊的話是一個我們的10.00的版本 應該是昨天19號的時候就更新了 所以大家應該就很早就看到 那每一次更新的話都會送我們一張金券啦 那待會來跟大家大概的介紹一下 這一次更新的哪一些東西 我覺得大家應該會 還蠻開心的啦 欸 這邊有罐頭禮包可以買了喔 那代表是不是應該要來買一波罐頭來存一下喔 好 這邊的話呢 我們會有 欸 第一條呢 這邊是秘密 欸 這個之後大家就知道了 然後再第二條就是 之前哲平大家有看到我就是在社群那邊PO了 就是我們的那個 貓飯拳派派啊 他的三階形態就變成全部黑色嘛 那就是我們這10.00版本會增加的喔 所以就還不錯 然後再來是我們這個 神色的100萬新增金薄荷掉落 金薄荷的話 基本上好像是給貓神 欸 現在貓神也可以三階了 所以到時候會去那個神社 就是我們之前跟大家介紹 加馬多多那邊的神社會可以掉到那個 金薄荷這樣子喔 然後再來是這個 神社的抽籤系統 然後等級排行99999喔 基本貓加90 然後12900隻 會給你那個齒輪10個喔 每次都可以來領一下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現在等級就很高啊 所以基本上沒什麼太大問題喔 這邊就有這個齒輪10個 好 那我們剛剛領完之後的話 就有看到我們有那個99999的時候 基本貓這邊會加90喔 所以這邊的話 基本貓這邊狀態的話 這可以加到那個90了是不是 這個 我不知道 這個可能要抽一下 就是我們那個 銀色的這個轉蛋圈才可以知道 因為我們之前基礎貓貓的話 基本上全部都已經加到80 都已經是最滿了 我現在來看一下啊 戰鬥貓現在可不可以再往上加呢 我們來看一看啊 這邊戰鬥貓 你們再往上提升 欸 可以喔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基礎貓貓的話 這邊等級是可以到他加90了 所以就會變得就是更厲害這樣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這個 1X罐頭貓本人全開 唉唷 那就是我們的1X貓貓所有的那個本人 都可以開是不是 有有有都有本人了都有本人了 好像是用罐頭買的那些貓貓本人都全開了好不好 所以大家如果想用他們的話 本人都可以給他們開起來一下 所以還算不錯 然後再來另外的東西是秘密 欸 這秘密 然後再來有一個新的真傳奇關卡 這真傳奇關卡的話我們都慢慢在打啦 所以到時候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然後加碼多多的廣告包有貓神圖案新增 欸沒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日版的東西喔 日版東西的話我們這幾天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貓飯全派派應該是可以那個 三階進化喔 我們來看一下哈 泡派這個三階進化的話 基本上有上顏色啊 就變成那個黑色的那個正妹的感覺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他進化之後會變怎麼樣 我們看一下今天會進化喔 欸 可以喔 嘿 這邊很便宜欸 只要我們的那個 彩色破合跟紅色破合而已欸 然後進化會變成我們這個貓拳王派派VX 欸 第三階進化喔 攻擊速上升 同時對上紅色敵人很耐打的能力 將提升為超耐打 所以他是那個 紅色敵人的超級無敵大坦克了喔 那今天的話我們就讓派派來個 三階進化啊 哇 跟你講超級無敵美的 但是如果上次上沒有看到我那個社群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看一下喔 超級無敵美的好不好 但蠻可惜的 因為他也算是比較初期的角色啦 所以初期的角色感覺上色都不會就是 有那麼彩色的感覺喔 要不然就是你可以自動想像一下 就是派派這邊的那個皮膚很白 會晃欸 很不錯好不好 那這邊的話基本上就是我們這個貓拳王派派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們那個貓神喔 貓神我記得好像1X這邊對不對 然後貓神這邊要進化的話好像要那個金箔盒啦 所以稍微比較麻煩一點點 貓神在哪裡 貓 貓神我記得是很大隻的 對對對 超貓神這個有沒有 超神這個 青色薄荷好不好 黃金貓薄荷可將貓咪轉向更高階段的夢幻般薄荷喔 進化之後變成這個超金光閃閃神 嘿最近如何啊 是說我也差不多到了 想進化的時候了 好想要黃金薄荷呀 在那之前 在那個之前的神色的附近可以拿到喔 好 那那個神色基本上你要有100萬的那個XP 他才會給你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蠻缺XP的啦 所以就比較尷尬一點點了好不好 那我們今晚就來看一下我們的那個 貓飯全拍拍三階之後的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關卡好了 貓咪圈獵人 我們先來打一下這個好了 我最近打比較慢一點點啦 這個我們才打到LV5而已 我們先來看一下貓飯全拍拍 今天就用他來開咒啦 我覺得應該 蠻帥氣的 而且他變長頭髮了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我們的貓飯全拍拍的話 他跟我們之前比的話 他現在是變成那個 有點長頭髮的樣子 喔真的很帥很美好不好 原本是這個包包頭 然後第二階也是包包頭 然後第三階的話就變成就這個長頭髮了 應該是 去過很多地方這樣子喔 好那沒有問題 我們這邊的話呢 就先來用我們這個貓拳王派派DX 欸侵略LV5 來看一下能不能順利的把我們那個巨型的那個 異星河馬給他打掉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然後今天的話也出了就是第二階段的那個就是 驚嘆號的那個 異星大河馬囉 那個的話大家也可以去體驗一下 待會讓他看一下就是接下來那個就是 第二個驚嘆號的那個關卡裡面那個 角色到底是什麼 會有什麼敵人出現這樣子 這塊我記得好像也有一些紅色敵人對不對 那如果是紅色敵人的話 並對我們這個貓飯全拍拍三階的話 應該就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最近的話基本上 10.00版本出來 真的很美耶 我的天啊 而且腳的比例非常的好喔 那一樣是拿大槌喔 喔是範圍攻擊的耶 還是他原本就是範圍攻擊的 我以前忘記了 然後他最速的就是他的那個 他會把閃丟到很空中有沒有 然後閃掉下來的時候有沒有 剛好接閃 很美很美 但那個閃最好是可以在浮空浮中的多啦 然後目前來說因為他是那個就是 紅色敵人的超級坦克啦 所以完全沒問題 而且感覺他的錘爪好像變大把了對不對 所以他的那個 攻擊的那個範圍啊 應該就變比較大了 還不錯 好嘛看一下能不能就是用他來解決掉我們 就是那個 異星大河馬 這很美耶 可是我覺得他好累喔 你知道嗎 他都要用左腳去撐著他的全身重量 他都要把腳翹起來耶 誰 誰 誰能夠這樣一直站著啊 告訴我好不好 這還滿 還滿美的好不好 但是我覺得我們現在如果不把一些角色 把他用到前面跟他一起搭的話 他應該要打這關要打很久耶 因為他們一直補上線 真的有點麻煩喔 好沒關係 我們這邊的話就幫他叫起來那個強貓出來喔 然後讓他看一下能不能就是 打爆我們那個異星的那個河馬 應該ok喔 可以可以 開揍開揍 紅色敵人都不堪一擊 好 超大型的這個異星河馬 上次基本上沒讓大家看到他完整的樣貌喔 因為基本上很快他就被我們打死了 所以一錘定英雄 啪 那一錘直接把他給錘死了 喔 這就讓我回想到那個 傳說對決的塔拉啊 啊 沒問題喔 那這邊的話我們大家一下一隻吧 感覺他的威力也是蠻狂的耶 不愧是我們三階的那個 三階系列的那個就是 大獎嘛 他算是那個耶 他算是我們就是那個破壞者英雄系列裡面第一隻三階的 我還滿期待就是飛雷啊 跟我們就是那個 風嘴英他們的三階喔 嗯還不錯 沒有問題 冒犯全派派三階 真諦是很美啦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我覺得還算是不錯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來讓大家看一下就是 巨大河馬強襲的這個惡驚嘆號 看一下裡面是什麼敵人喔 因為這關卡裡面的話就會稍微有點那個 不一樣的角色出現了好不好 那這邊是一下哲平一樣會先把他們打到第十關卡 再跟大家介紹一下喔 今天是剛好那個 可以開一下我們這個 然後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風販全派派的那個英姿 嗨這關的話是我們的不死敵人喔 感覺 最近真的不是很喜歡不死敵人耶 因為像我們就是那個傳說 關卡那邊 傳傳奇關卡那邊也在打我那個不死墳墓嘛 那些東西真的都還算是蠻麻煩的喔 那不死墳墓的話我們待會就用看那個 撐乾跳貓貓或是緩速貓貓貓看一下能不能就是 制止住他 我記得我之前都是用那個撐乾跳貓貓或是 那個緩速貓貓貓去緩他的喔 然後我們就是那個誰啊 我們的那個 就是地底磚啦 沒辦法就是不要那麼早出出來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可以喔可以喔 桑吉爾夫其實真的很不錯啊 我是這麼覺得你看 他這個揮下去就打一下 然後他待會還會打第二下 他這邊總共是很多下的攻擊喔 桑吉爾夫真的是蠻厲害的喔 有沒有有沒有 直接轉轉轉轉圈圈 而且他是前後面都可以打到一隻角色 這個還不錯 還行啊桑吉爾夫 我們之前打飛撲的時候就有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桑吉爾夫 我覺得還算是蠻ok的喔 那這關大概就是會有我們這個 不死敵人出現啦 稍微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然後還有我們這個巨大的 超大異星河馬 然後後面還有我們的那個駱駝啊 看來應該也是可以輕鬆解決喔 但是這邊的話 這個河馬就要打比較多下了 但我們現在貓飯全拍拍跟桑吉爾夫的話 還算是很ok欸 直接把塔給毀掉就ok了喔 然後不死敵人的話真的就是比較麻煩一點點 ok那這邊的話 侵略關卡21的話 我們這邊的這個異星河馬的這個 兩個驚嘆號這個關卡的話 基本上就是會有多了一個那個 那個不死敵人的一個屬性啦 所以大家在打這關的話 可能要再小心或是注意一點點喔 好 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剩下的時間也沒有多少了 我們再去撞一下就是那個 昨天沒有打贏的那個不死關卡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帶上一些能夠 緩速他們的一些角色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吧 我覺得喔 那這邊的話就 就桑吉爾夫 然後這個然後這個不要帶 然後我們帶那個撐竿跳貓貓 來試試看 因為我覺得撐竿跳貓貓其實還算是 蠻厲害的喔 然後貓飯全派派這邊也給他 帶上去好了 好 我們就這樣子 GOGO GOGO一波看看 然後要帶那個天使炮 因為他們要鑽地板的時候 可以把他挖出來喔 這個很重要 然後我們這邊就是 這邊MAX GOGOGO 來加速 本能生旅 欸看我不敢打爆 欸來來來來看一下啊 這關的話一開始就是我們這個 海踏軍 呃樹懶軍 欸欸海豹軍團啊 海豹軍團 那我們現在因為錢很多嘛 所以我們就直接都出了都出了 好像加速人太快了 目前來說的話還是不要這麼條掰好了 嘿嘿嘿 做了海情賣條掰 比較好一點點 天蝶多一點這個撐竿跳貓貓 這個撐竿跳貓貓貓 基本上打到墳墓可以把他擊退 然後又再上一些很好的東西 我覺得還算OK 然後咒詩先出出來 然後就繼續往前疊 然後我們再慢慢出啦 我覺得目前來說的話 這樣應該是 我覺得這一次應該稍微比較穩定一點點 因為有疊這個撐竿跳貓貓 這撐竿跳貓貓其實還算是還蠻不錯的一隻角色 這個在打我們那個 貨尼貓咪塔的時候我都很喜歡用他 他至少可以就是在後面緩速這樣 然後我們這邊可以 放個那個白虎狗 喔對對對這關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就是我們那個什麼 就是會會波動傷害的那個 的拳圈啦 那稍微比較麻煩一點點 不過我們這邊的話基本上okok 拳頭派拳頭派 Auto buy 然後這邊讓他緩速 ok嗎 哇哇哇哇哇看來不太ok喔 這邊墳墓好像過太爽了 然後這邊那個啦 我們那個誰啊 噢墳墓被我們打到後面去了還行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看一下那個咒斯能不能趕快把那個 流口水那個波動犬圈給打死會比較好一點點 然後白虎狗這邊來緩速再加上我們這個那個有沒有 撐竿跳貓貓可以直接把那個墳墓就是在在往後打 而且還會緩速還不錯 然後現在就是不要讓那個墳墓過太爽應該ok了 然後趕快用咒斯把那個有有有有 這個那個波動犬圈死掉了基本上ok了這關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啦 所以我覺得撐竿跳貓貓算是還蠻重要的一隻角色 因為你只要等那個就是鑽地板墳墓過來之後啊對不對 然後撐竿跳貓貓就是把他擊退然後之後再加一個緩速 其實就還蠻行的喔有沒有看到 其實這樣打就很ok了就不會讓他就是一直往前過來 所以我之前在打那個就是我們那個 什麼風雲貓咪塔的時候啊我都會用這個撐竿跳貓貓 還不錯很蠻蠻厲害的喔 行行行 趕快趕快 加速起來的話我怕我會輸掉我就不加速了 這邊把他挖出來 還敢亂搞啊粉末 好我們現在基本上比較大隻的角色都被我們解決了 我們就比速度的時間到了好不好 我們就趕快把他們給打到後面去應該ok 然後看一下那個墳墓在哪裡 喔在我們這邊ok又被打飛了 他應該是出不去了啦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基本上應該 趕快來打塔就贏了好不好 所以這個墳墓的話基本上我覺得可以用一下 就是撐竿跳貓貓來就是補佐一下我覺得還算是蠻不錯ok的喔 好ok然後我們的這個派派啊就不小心就死掉了 我覺得派派之後的話如果還有機會遇到地獄門喔 我們就再用一下那個有沒有 再用一下我們派派來打一下地獄門 嘿嘿嘿應該蠻嗨的喔 因為他已經變成那個超級無敵那個 紅色敵人大坦克了喔 我覺得應該就變得更厲害一點點了 派派派派派派 好那這關的話基本上本人生女也是沒有什麼問題啦 基本上如果你缺錢的話就開個MAX 應該就會比較好一點點囉 沒有問題 喔難怪啦 這是最後一關啦難怪會比較難一點點喔 沒有問題喔 好那我們今天要基本上讓大家看的就是派派啦 基本上我覺得派派還算是蠻漂亮的 而且三階之後那個能力又變成有所大提升 而且槌子感覺也變大 範圍應該也是有所變大的感覺喔 那大家如果想要補充一些數據的話 也可以是影片留言分享給一些 希望幫助觀眾朋友知道就是派派現在的一些數據 那10.00版本的更新 如果我這邊沒有講到一些東西的話 大家想要補充 還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大家好不好 那之後有遇到一些新的東西的話 這邊就快再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這次更新版本更新的哪些東西了好不好 而且我們這次的這個貓拳王派派機叉 有沒有很漂亮 如果有的話可以把我的影片點個喜歡囉 那我再次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囉